其實這些程式的話,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習慣的方式寫出來的 而這些東西的話呢,跟其他書本裡面的知識也不太一樣,這是我自己個人想出來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看一些VPA的書籍 跟我講的也不一樣 OK,為什麼?因為那個他們有他們的方法,我有我習慣的方法 一直想要寫書啦,不過寫書現在的CP值很低啦 因為寫了一本書之後不見得 看的人現在可能沒有YouTube來的看得多吧 反正看YouTube影片放上去看的人觀看之後還比賣書 看的還要來的更多 我記得你不是沒看營利嗎 再來的話我們先要解決剛剛那個問題,你會發現零組會有個問題 向下追蹤的時候,這出錯了,錯的原因在這裡 為什麼?因為他會一直固定在40 我講過了,如果你寫固定了 他不能變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他變的話,你可以產生一個什麼?一個變數 像剛剛不是有個變數嗎?這個變數的話就是可變的那個部分 可變的部分在哪裡?這裡 有沒有?向下追蹤 追蹤到剛剛40嘛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我今天放到這裡,他會一直往下跑 因為他往下追蹤到的 Ctrl向下 零組這個工作表 他101嘛 他就變了,所以他跑到101 但是問題我現在沒有把那個變數帶到這邊來 所以他會錯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改呢? 其實可以把這個 40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變數就可以了 改成什麼?在這個上面這一行好了 所以我再加一個R這個變數 R等於什麼呢? R等於乾脆把這個 帶到的詞 我把這個帶到這個取得的詞 也丟給R好了 有沒有?把這個複製貼過來 也就是說呢 我將來 可以把這個R,R裡面是101嘛 然後把R這個詞 取代到40 把那個40這個地方改成R 那改的R的方法跟那個I一樣 你不能直接打個R 這樣錯誤有沒有 一定 那怎麼做呢 對 跟剛剛那個I一樣 那 口訣嘛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記得把AND前後控開來 好 這樣的問題就解決了 OK應該可以懂我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的話程式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 那個地方會變 那你就給他一個變數就好了 OK所以什麼叫變數 顧名思義嘛 如果資料會改變你就給個變數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問題是不是解決了 所以這個改完之後 如果今天我用到這邊 這邊看看 鑄磚的部分OK 這邊鑄磚沒問題 沒有出錯 而且是不是事實 可是零組的部分的話呢 我把它清除掉 然後再把它按個考評 剛剛的問題有沒有產生 剛剛問題不存在了 然後看一下那個公司是否正確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就會是101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喔 再來的話你會發現 還有我們已經 第一個宿專的 工作表OK了 第二個零組也OK了 那第三個呢 辦事員 那你想說辦事員怎麼做 是不是可以 再把這兩個 Ctrl鍵按住 然後C 貼過來 Ctrl V 他怎麼都老是跑 如果他 最好是直接可以貼到這裡 另外這個的話呢 Ctrl C 這個助理員 也是 Ctrl V 其實你油標放這邊在貼上應該會 就不用再移動 可能 貼的方 那一樣啦 你這個辦事員 按 考評 OK了 清除 然後辦事員的話 考評 清除 這樣的話呢 四個工作表都OK了 對 就 但是 順便再講一下 因為如果說我們現在 四個工作表 必須 做切換 你變成說你這邊要按一下 有沒有 這邊要按一下 然後如果零組的話變成你又要清除再按一下 然後呢 那如果說啦 你變成要做四次的切 切一個切兩個切 四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 也是一樣 自動完成 也就是 你不需要切 你只要怎麼 假設按清除的話 他可以清這個 也清這個 也清這個 那清完之後的話再幫我 跳回來的話 那會更好 如果你按一下考評 它是 輸出公式 這個OK 換下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自動又切回來的話 那會更好 但是問題來了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辦 OK 其實我們後面會延伸 主要是你的效率的需求 如果後面每個地方都可以全部全自動的話 那以後說真的你全部 把 把程式寫完 真的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而且是一勞永逸的完成 OK 那這樣的話以後你上班就是按按鈕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當然 相對的工作會輕鬆許多啦 OK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的動作 特別注意 剛我把 重點回顧一下 在這個地方本來是40 把這個地方呢 增加上面一列 叫做R 把這個變數 資料取得丟給R之後 然後把這個R放到這邊來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 再來的話呢 再分別每個頁面上面做兩個按鈕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